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已经很不同了 疫情期间已经开始塞车了 上班和下班都是很塞车的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开始觉得有点不习惯 这个新常态反而被我要适应以前 没有疫情之前那种很融洽的情况 还有要提醒弟兄姊妹的 虽然现在没有这些安全距离 不过我看见教会很好 刚才我乘搭电梯上来的时候 看见教会仍然贴着一张纸来提醒弟兄姊妹 他说不要因此而放松 要勤勤洗手 要戴口罩 仍然要保持距离 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出门 所以同样的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你 不要什么事都尽量留在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仍然在每一个国家里面 旅游的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是不及待地出国 但是我听说 通常很多出了国的人回来 都感染了那个病 有些人就以为感染了那个病就有免疫力 请你不要相信这样的迷思 我们说是迷惘的迷思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中了这个病毒之后 虽然你康复了 不过仍然有很多后遗症 我自己了 我不是乱说的 是因为我有一位前同事 他也是感染了这个病 痊愈了 但是他两三个月到现在 他是两三个月前染病的 到现在他仍然没有胃后吃东西 他五十多岁就 然后我一个小学同学 即是我的同学的女儿 二十多岁 和爸爸一起染病 爸爸虽然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 仍然是有些后遗症 特别是他的女儿二十多岁 你不要以为 年轻人就没事 就可以回到以前 没有病之前的情况 他的女儿现在很容易累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染病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但是如果我们染病之后 我们仍然如何 要依靠我们的主 叫他给我们什么 完全的意志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放松 不要害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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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美徒刚才说的 有主同在 就有什么 出人意外的平安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每一个回到实体的弟兄姊妹 我们心中 第一件要感恩的 每一次回到实体聚会的 第一件要感恩的是 主耶稣多谢赞美你 今天又可以回到教会里面 来敬拜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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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 一个题目 就是 做个等候神的人 做个等候神的人 我们要看的是 诗篇33篇 这篇的诗篇 挺长的 有22节 所以我们就不会先读了 不过我会一面的讲解 一面的读这些 经文 不过我想和你先读 最后的三节的经文 最后的三节是 诗篇33篇 20到22节 如果你有你的圣经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请你将圣经 显到 诗篇33篇 20到22节 在实体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圣经 或者看我们上面的环灯片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 二 三 我们的心 向来等候耶和华 祂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 靠祂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 倚靠祂的圣明 22节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此外 我们先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要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来赞美你的时候 主要我们知道 这些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 是你的保守 是你的慈爱 一直保守我们到今天 所以主我们要献上 我们最简单的敬拜 最深的感谢 主要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要一起再次的思想 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恳求那一位啟示的灵 再次的来光照我们的心 给我们有谦卑的心 来领受你自己的话 因为圣经里面说 你的话就是生命 就是灵 主要当我们去谦卑的接受你的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要生发这个能力 使我们可以更加的持主耶稣 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爱慕你 使我们可以更加的信靠你 以及跟随你 主要我将每一个弟兄姊妹 无论是实体的 线上的弟兄姊妹 都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 主要苏醒我们的灵 以至于我们可以 在你的面前 在灵里面得饱足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而求 Amen 诗篇33篇 如果你看那一篇经文的时候 并没有注明这一篇 诗篇的作者是哪一个 不过如果我们看回 这个诗篇32篇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测到 他的作者是哪一个 在诗篇32篇11节 和诗篇33篇第一节 这两节的经文是有相同之处的 我们先来看诗篇32篇第11节 这里说 你们疑人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然后在诗篇33篇第一节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义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 欢乐 正直人的赞美 是合宜的 是不是有些好似 虽然不是每个字都一样 不过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叫那些疑人和正直人 应该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所以 由于诗篇32篇是大卫所写的 所以由此我们就推论33篇也是大卫王所写的 诗篇33篇一开始的三节的经文 就用了三个应当 来呼吁我们要去重赞神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又用了三节呼吁我们要等候神 倚靠神和仰望神 在中间的那个部分 就是第四到十九节 就和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倚靠神和等候神 还有说到神的一个什么 达质 就是神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赞美 倚靠和等候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诗篇的内容 在第一到第三节 有三个应当 我已经用红线画下 这里有三个应当 第一个应当 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第二是应当弹琴清謝耶和华 第三就是应当向他唱神歌 在这里 诗人是叫什么的人 应该这样去做呢? 就是义人和正直人 凡是义人和正直人 都应该去靠耶和华欢乐 都应该去赞美神 但是哪一个只是义人 或者是正直人呢? 第一姐妹从神的眼光来看 没有罪的人 只是义人和正直人 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的祖宗 就是阿当和夏娃 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犯了罪之后 在那个时候开始 世上就没有义人 刚才我们也读了一节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所以人犯罪之后 就没有疑人 没有正直人 所以除了主耶稣之外 世上是没有疑人 直到主耶稣基督 他以无罪之身 圣经说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只有主耶稣基督 是没有犯过罪的 所以主耶稣就以无罪之身 背负世人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补血 来洗净世人的罪 来为世人负罪 这个时候 世人才可以被神称为义 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 是这样说的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是白白的称义 如果你有上过洗礼班 如果你曾经受洗的时候 相信你也读过这一段经文 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十章九到十节所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你若口女认耶稣为主 如果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任心里相信 就可以清以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也就是说 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只可以成为疑人 所以第一节目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是不是疑人? 是不是? 是 你是疑人 那你就应该怎样呢? 那你就要好似 诗篇三十三篇里面所说的 你就要怎样? 靠神 欢乐 应该怎样? 谈琴清謝神 以及应当向神唱新歌 所以第一节目 我们向神唱歌 向神赞美 不在于我们的年龄 不在于你有没有音乐背景 不在于你有没有唱歌班 彈琴班 又不在于你有没有歌唱的天才 其实每一个被神所救熟的人 我们都可以靠神欢乐 所以每一次回到教会 回到实体也好 在线上也好 有敬拜的机会 你怎样? 你都要唱 亦都鼓励弟兄姊妹 要接受一些弟兄姊妹 特别是可能连长了 听觉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音阵 有点微微的 你不要介意 哎呀,他都不音不全 叫他不要唱得那么大声 不要这样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一起的彼此的接纳 因为当他愿意开声唱的时候 是他从心里面唱出来的 如果你想想 一个老人家 他从来没有唱过歌 但是慢慢地 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愿意唱的时候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改变? 是的,是主耶稣改变他 所以怎样? 让他唱 如果你想 可能他好像影响到过 那你唱大声一点 那些音阵一点 他就唱大声一点 唱大声一点的时候 你怎样? 可能不知不觉之间 你又帮到他 他又听到 那便可以 同心的 合声的 在上神的面前 一起唱新歌 好吗? 所以既然我们 在这里 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 是义人 是正直人 我们就要向神 长神歌 靠主喜乐 继续下来 我们要看看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以及倚靠神 在第四到十一节 在第四到十一节 里面所说到的正直人 正直人的正直 是同样的一个字 神的言语正直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神的说话 就像一把矽矽的尺 好像这个讲台 那么矽矽 是不会弯曲的 他所做的都是诚实 诚实的意思就是说到 神的说话 是很稳固的 很稳阵的 是坚定不移的 神所说的说话 他一定怎么做呢? 做得到 神的说话还有什么呢? 十足的价值 是不会打折扣的 甚至在事情怎么样? 未发生之前 神怎么样? 已经如先说出了 那件事 是吗?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什么? 如言 如果你看到 旧约圣经的时候 有很多的预言 是那些仙芝 在事情未发生之前 可能是几百年 几千年 已经说了 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就看到神所说的话 是怎么样? 一一的应业 第一节目我想问你 如果你有一个 很有口齿的朋友 很有口齿的 说一就是一 从来都不会失信的 我问你这样的朋友 你相信他吗? 相信他 对于这个神 圣经说是什么? 我们的神是什么? 不说大话 不说方 就是没有说那些大话的 神从来都不说大话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会对他失去信心 而不全心全意的 去依靠他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 要反省我们自己 神的话 不单止是正直 是诚实 是坚定不移的 还有呢 神的话是什么? 是带着创造的能力的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三十三篇 第六到第九节 这里说 诸天值耶和华的名义造 万丈值他口中的弃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泪 收藏深阳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明达就达 我觉得后面这句很有意思 很有能力 他说什么? 神说有就是有 神说达就是达 这里说到什么? 神的话是有创造的能力的 我们看回《创世记》第一章 有没有人看过《创世记》第一章? 有 不是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 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分享《创世记》第一章 里面我们看到《创世记》第一章 很详细地记载了 神是如何捧着他的口 一句话 而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 无论是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 或者是地上的动物 懂得爬的、懂得走的、大的、小的 还有海里面的一切、懂得游的海竹 这些都是按着神的口中的气和明灵 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为什么我们要倚靠神 为什么我们要记得神的话 是因为神的话是充满了能力的 神的话是有创造的能力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圣经说我们口中是什么 要事上发出赞美的话 清重的话 鼓励的话 而不是说什么 消极的话 伤害的话 所以圣经说我们口中的言语是什么 生命就在我们的舌头上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彼此团契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去建立的时候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就像神的言语一样 是带着正直 是带着诚实 是带着什么 创造的能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字 为人家祈祷的时候 为人家做医治的祈祷的时候 去安慰人的时候 不是你安慰到人 而是神的安慰 神的医治 透过你的口 去医治那个人 祝福那个人 去安慰那个人 所以弟兄姊妹 可否做这个祝福的人 Amen 如果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家庭教会 我们在这方面要去学习 好吗 特别我们华人 我们很多时候说 不要说那么好说 不要说那么好听的东西 等一会儿那个恶者会来偷了他 是不是 好像生一个BB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说 哎呀很漂亮啊 那妈妈就说 妹拉很臭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 没有信主的人 现在我们信主耶稣 现在我们信主耶稣 当人家说你的孙子 或者你的室子 很漂亮啊 很聪明啊 很脆子的时候 你说什么 感谢神 赞美神 哈利路亚 是不是 你不需要说 哎呀 丑怪了 不需要 因为呢 有神保守 好 哪个人都不可以 从神的手中 将他怎么拿去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信主真是好 越所算越有恩典 那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和倚靠神呢 第二方面就是 因为神的囚算是立定的 我们来看第十和十一节 这里讲到 他说耶和华使列国的囚算 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囚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 代常存 那听姐妹我们看到 无论任何一个国家 是多么兴旺 他的政策 他的想法 和他的计划 可能在这个朝代 执政的时候 是非常有客 可能他执政五十年 他的政策也很有客 不过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这一切的政策 他的想法 和他们的计划 到最后 都会归于无有的 比如说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面 五千年的历史里面 朝代的君王 是换了一个 有一个 这个君王兴起 下一个君王 又没落 另一个没落 另一个又兴起 但是到最后 这些人 就算是君王 都归于无有 但是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耶和华的囚算 是永远立定 他的心意和计划 是万代上存 因此 中国人就有句话说什么呢 他说 天算不如人算 是吧 因为天永远都是立定的 但是圣经说什么 有一天天地废去 我的话 仍然上存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 神的囚算和心意是什么呢 其实神的囚算和心意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在人类 即是在亚当和夏娃未犯罪之前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亲密沟通的 那一种的关系 这个只是神最深的心意 这种美好的关系 不是等到我们将来去到神的时候 才可以实现 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就可以经历的了 就是当你每一天 都赞美神 都倚靠神的时候 神就必定会好像在伊甸园的时候 每一天都来找你 每一天都来与你同行 那你想不想神每一天都找你 想不想神每一天都与你同行 当然想 所以大卫在12节就说 他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揀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 sorry 他所揀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这句经文 让我想起 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 他说 不是你们揀选了我 是我揀选了你们 顶姊妹 你要记得 你信耶稣之后 你就是神的产业 你是神所揀选的 那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 Hallelujah 然后在13到19节 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特质 就是祂是一个观看的神 祂是一个观看的神 我们看13到14节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祂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祂的居所往外 擦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15节 祂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留意他们一切的 一切作为的 那我们说到 神是一个观看的神 那这个观看是什么意思 观看是什么意思 是的 看着我们 照着我们 也就是很仔细的 是逐一的去看 那在这三节的经文中 用了三次一切 他说一切的世人 一切的居民 和一切的作为 换句话说 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 神不是只是看到 他拯救了那些人 就算那些不相信神的人 怎样 神都在看着 所以无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和他的言行举止 是做好事 或者是做坏事 又或者是怎么样 是表面做好事 心里却非常凶恶 神看不看见 看见 因为他不是只是看我们的外表 他是监察人心的神 所以这一切的东西 神都如何 尿如指掌 是很清楚的 所以神的眼不单是监察世人 而且是审判世人 如果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 似乎神就好像很恶了 但是不是 十八和十九节 接着跟我们说 他跟我们说 当神观看这一切的时候 他的眼目是怎样的呢 在十八和十九节 他说 耶和话的眼目 看顾的是什么 敬畏他的人 以及仰望他慈爱的人 不单只是看着他们 还要如何救他们的命 撤离死亡 便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这两节的经文 比我想起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第四节所说的 诗人他说 他说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顿 也不睡觉 所以 各位兄姐妹 其实我们没有这些监察的镜头的时候 甚至是那个监察的镜头 所以我们一切人的思想 是从神来的 你看回圣经的时候 而且神是怎样的 是不打顿不睡觉 是24-7 不是7-11 是24小时 一周七日 无时无刻的 都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 神看着我们 就好像我们 看着一个BB仔学行 看BB仔是否要24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BB爬得很慢 有时候 你一不留意 如果房子大一点 你就找不到他 所以 神看着我们 就好像我们 看着BB仔学行 神的眼睛 从来 不会放开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神对我们 的照顾 是无微不至 帝兄姐妹 这两年的疫情 我相信 如果我们 是不相信主的人 我们一定会 像外面的人 一样 像世人一样 是很害怕死的 谁不害怕死的 谁不害怕 特别 开始的时候 几日又死 几日又死 几十人的时候 但是今天 你和我可以 仍然存活下去 完全是神的恩典 和保守 这样一份出人以外的平安 是我们活在 这个世代里面 的无价之宝 所以你不需要 买鑽石 不需要买宝石 你有主耶稣 就是最大的宝贝了 所以如果 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 我们 没有学会 紧紧的依靠主 当主好像可以有 可以无的 那你想 未来 会有更大的瘟疫 是不是 也不需要 未来 我们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有什么厚斗 有肺 结核 这些感染 是不是 真是想不到 这个世界 真是 好似圣经说的 是不是 越来越 不是明天会更好 是 越来越足够 所以 我们要 学会 去依靠 神 这就是大卫再次向我们强调 他说 凡是敬畏神的人 凡是仰望神 慈爱的人 耶和华的眼目 必定 看顾 不单是看顾 还要救我们 脱离 死亡 使我们 在饥荒里面 仍然可以存活 等于我们的信心 不是到那时来到的时候 忽然的信心飙起来 不是 而是在我们很平纯的时候 在每一天很小的时尚 去依靠神的时候 这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 直到面对更大的危险的时候 你才有那种信心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粗连信心 20到22节 就是一个结论 这里说到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21节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 倚靠他的性命 22节 耶和华华华 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如果你特别注意 20和21节的时候 有向来 这个词 看见吗 有向来 这个词 向来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想过 什么叫向来 一路来 这个是广东话的说法 一路来 即是一直以来 事上 常常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的习惯 一种的常态 不是新常态 是一种的习惯 是一种每一日都在做的事 诗人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我们向来 倚靠他的性命 那为什么要倚靠耶和华呢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的盾牌 为什么要靠神的性命呢 因为当我们靠神的命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会 欢喜 在22节所提到的仰望 也是等候的意思 仰望神是什么意思呢 不单是等于等候神 当你仰望的时候 还要黏着神 紧紧地黏着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神的华既然有能力 他的囚算 既然是立定 他的眼目 也是看顾我们 而我们这个人 能力是什么 很有限的 是不是很有限 我想在这间教会 我都服侍了十几年 十几年到二十年 我已经觉得 我的身体的状况 已经是慢慢的衰退 气力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很软弱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什么呢 有一个稳固的靠山 稳固的靠山 不是你的银行的 那个户口 有五位数 有六位数 不是你有一座很大的楼 稳固的靠山 是在神的里面 因为这位神 答应我们 永远的 与我们同行 所以我们怎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等候神 要黏住神 所以最后 诗人他说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也就是等候你的 向我们怎么呢 施行 施爱 弟兄姊妹 接下来 我们这个世界 会怎么样的变化 没有人可以预测的 但是世界局势的发展呢 你会看到它是越来越像 圣经的记载 是不是 圣经说什么呢 文攻打文 国攻打国 多处有饥荒 亦都有地震 感谢神 你和我生活在新加坡 很平安 但是 有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怎么样 生在福中 不知福 我们也会认为 我们所有的 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 作为基督徒 圣经跟我们说 什么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祈祷 所以在这个 很动荡的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围着 我们仍然有个平安 我们感恩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还有一个责任 作为一个祭司 我们要围着 世界的局势 你祈祷 圣主的旨意 行在地上 与同行在天上 还有 我们要怎么样呢 要同主祈祷 神啊 求你帮助我 懂得做一个 倚靠你 仰望你 以及等候你的人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相信 神必定会怎么样呢 去带领我们 看顾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记得 要时常的等候神 无论你平安 不平安 每天一起床的时候 就要去亲近你的神 使得你每天都在 倚靠神 我知道有很多 年长的弟兄姊妹 可能下午的会多一些 我们年长长 我们的新闻仔都不在 对吗 我们叫做什么 空巢 空巢旗 那些小鳥全部都飞走了 有时候我们 譬如有些老伴又走了 只剩下自己一个 但是 只要你是有主 你接受主 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和主的话 你知道 你并不孤单 除了有主 你还有什么 弟兄姊妹 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你的同伴 是你属灵的同伴 所以我们如何呢 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 被神简算的 都是正直人 都是义人 我们要靠着欢乐 我们要仰望祂 因为祂是我们 随时的帮助 和我们的盾牌 Amen 我们一起祈祷 阿里路亚 多谢你 主耶稣多谢你 亲爱天父 我们要满心的感谢 赞美你 多谢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 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血 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 流出补血 使得我们每一个愿意 承认你为我们的主 为我们的救主的人 都可以得着新的生命 多谢神 借着你的爱子 来拣选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主耶稣今天我们在 诗篇33篇里面 再一次的体见 我们所信的神 是何等的伟大 这位神不单止是 创造了宇宙天地的一切 同时亦都给我们看见 神所说的话 是安定在天 是永不同耀的 而且神的话 是正直的 是诚实的 你所说的 你一定会做得到 主耶稣对于你的话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需要去研究 去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去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肯求聖灵 来帮助我们这里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无论是实体的 或者是线上的 求聖灵 催促我们 帮助我们 懂得如何 去等候神 因为圣经说 等候神的人 必不受愧 神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 向你祈祷 当我们好像诗人一样 来仰望你的慈爱的时候 主啊 就求你按着我们的仰望 我们的等候 来诗恩给我们 将众弟兄姊妹 再一次的教堂 求主你保守 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星期的里面 在身、心、灵、各方面 都得着你自己的保守 帮助我们在下星期的时候 带着感恩 带着欢乐的心 再一次的 回到教会里面 同心的 来敬拜你 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多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逢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以求 Amen Hallelujah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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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